大家好,欢迎来到走遍德国贝阿的课程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马基特老师 那很高兴呢,今天我们又相聚在一起共同学习Lektion 4 正如上一次课,我在结尾的时候呢,给大家留下了一个伏笔 我说,我们今天的课程的主要内容重点是什么,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没错,今天的重点呢,我们就是定语重句 好,那 bitte, jetzt erfen Sie alle Bücher auf Seite 8 und 40 请大家把书翻到第48页 最切的来说的话呢,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定语重句 那么首先,我想让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 我们在上一届课,我们在讲解这一个eBay这篇很长的文章的时候 大量的出现了定语重句 也正是因为大量的出现了定语重句 让我们意识到了定语重句这个语法对我们来说有多么的重要 因此,我们才会在今天的这一个单元当中 专门开辟这样一个时间段,给大家重新复习一下定语重句 那首先,大家把书打开了吧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这篇关于eBay的这篇文章当中 你能够找到多少句定语重句呢 大家一起先看一下 好的,Marki的老师带着大家一起 我们从头到尾的看一下,有哪一些形式的定语重句 首先,第一句 Von alle Ideen, die das Internet hervorgebrachte hat 那这里的, die das Internet hervorgebrachte hat 就是定语重句了 那在这个定语重句当中呢 正如我们上次在讲解的时候也要注意 你一定要区分这一个我们所谓的关系代词 到底指代的是第几个 好,那大家看到刚才这句话当中 到底这个D指的是第几个呢 没错,在这句话当中 D指代的是hervorgebrachte的第四格兵语 也就是说是英特网改变的,引起的变化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看看大家还能不能够继续找到 大家往下面看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第六行 你会看到有这样一句话叫做 Ein gigantisches wachenhaus ohne eigene Produkte das nur von der Vermittlung zwischen seiner Kunden lebt 那么这一句话 das到lebt这句话就是一个定语重句 那大家看一下 das这个关系代词指代的是前面的哪一个 没错,就是Wachenhaus这样的一个商场 那么它依赖的Lebenfonds,对吧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是做第一个在重句当中 中信 并且是做第一个诸语 好,请大家接着往下面看 我们会看到呢 大概是第十八行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这样一句话 叫做Ein gigantisches wachenhaus Bildet eine Art paralleluniversum der Dinge in dem raum und der Zeit aufgehoben scheinen 那在这里呢 大家会看到 跟我们前面的形式呢 略有不同 我们前面就是 直接在定语重句出现的时候 就是关系代词打头引导 那在这里的话呢 关系代词的前面 还出现了介词 在这句话当中 in dem 那这个dem呢 指代的是前面的 paralleluniversum 那在这个地方 在这样的一个宇宙里 就是一个第三格 所以说我们用的是in dem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由借词引导关系代词 引出来的整个关系定义重句 接下来大家可以继继续往下面看 eine virtuelle dachkammer der Welt in der kain gegenstand jemals mehr verloren geht 那这里呢 也是in der 由借词引导的关系代词 那大家可以看到 in der der指的是前面的 因性名词 welt 那么在第三格当中 die就变成了der in der 在这个世界里 好 继续 wer i ma of ebay etwas verkauft the hat kante dem bewusste seins wander 这句话就是由 wer 引导的关系定义重句 就是谁要是怎么怎么怎么 我记得当时我们给大家讲解 这个wer 引导的时候呢 我举过一个比较常用的谚语 叫做谁笑到最后 笑得最好 wer zulettelacht lacht am besten 对吧 就是由wer 引导的一个关系定义重句 比较典型 在我们第27行最后面 有这样一句话 叫做 die hand die aus holt um ein ding in den abfahr zu werfen 那这里呢 一只手 die hand 什么手 die ausholt 关系代词引导的重句 这个d 指代的是前面的hand 音性名词 同时呢 在定义重句当中 他引导的是 做第一个主语 往下面看到的 die von schoene zitronen priezer die so elegant designt ist 那这句话当中呢 die 指代的是前面的 zitronen priezer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诈之气 那 由关系代词引导 在整句话当中是做主语 那整一个关系定义重句呢 我们看到的形式 其实是一个被动态的句子 由sein加第二分词构成的 好 往右边看 我们会看到 das Buch das man niemals mehr lezen wird 就是第二行 右边的第二行 das Buch 这一句话 我们看到 那么由关系代词引导的关系定义重句 是由das引导的 而das呢 在关系定义重句当中 是做lezen的第四个兵 请大家继续跟我往下面看 我们会看到 四十行的时候呢 有这样一句话在末尾 gibt es ganz sicher einen Menschen der gerade darauf seinlichist gewartet hat 那这里呢 我们看到了 der 这句话的关系定义重句 是由der引导的 那der呢 指代的是前面出现的 mensch 阳性名词 而他在整个关系定义重句当中 是做第一个成分 他是做warten的主语 那并且warten auf的一个节词搭配 同样的呀 他后面紧跟的又是一个关系定义重句 der gerade an diesen Gegend 和feuter haben wird 也是由der引导的第一个关系定义重句 好继续 这一段呢 刚好就是关系定义重句 炸对了 比较多了 他后面这句话 依旧是关系定义重句 why er genau das ist was er sich seinlichist wünscht und worauf er seit Jahren wartet 这句话呢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句子 也就是说 这个关系重句里头 有好几种形式 那首先呢 我们看到了 是由was引导的 关系定义重句 那关于was引导 关系定义重句的话呢 其实我记得 我们在最早接触 Lection 2的时候 我就给大家讲过 was引导的情况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was引导的情况的话呢 第一种的话 我们是指代前面的一些不定代词 诸如像这一个文章当中出现的 das 对吧 像这样的词 我们肯定是要用was来引导的 还有呢 比如说 最高级 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东西 那这是最高级来引导的 那么第三种情况呢 就是我们是指代前面整个句子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was引导的关系定义重句 比如说 我记得我以前举过一个很典型的句子 我说的是 der Vater hat mit dem rauchen aufgehört was mich überrascht 爸爸借烟了 这个事情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 那was 指代是前面整个句子 爸爸借烟 der Vater hat mit dem rauchen aufgehört 那这呢 就是我刚才简单的讲了一下 由was引导的关系定义重句 我们出现的情况 后面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它还出现了什么呀 就我刚才说的比较典型的句子 还有一个 worof er seit Jahren wartet 那在这句话当中呢 这个worof就是我们所谓的关系副词了 那也是呢 我们说关系定义重句的话 它除了可以用关系代词 借词支配关系代词 有wer引导 有was引导 那么另外 它还有一种情况 叫做由关系副词 引出来的一个重句 我们书上出现的这一句 worof er seit Jahren wartet 就是这样的一个句子 往下面走 我们会看到 plötzlich ein Karma einen geheimen bestiemungsort den sie irgendwer erreichen müssen 那这是由关系代词引导的一句关系重句 这个den只代的是前面的bestiemungsort 它在整个关系定义重句当中 做erreiching的第四个宾语 因为bestiemungsort是一个阳性名词 那么所以它的关系代词就变成了den第四个 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三章的开篇 de befriedigung de an ebay verkauf mit sich bringt 那在这里呢 这一句 de引导的也是关系定义重句 它指代的是前面的befriedigung 因为前面的befriedigung 是一个音信名词 所以呢 音信的第四个 还是de 跟它类似的情况 还有下面的 kirate die Idee der profit maximierung die man sonst mit einer auktion verbindet 那这句话的 die man sonst mit einer auktion verbindet de呢 它也是指代的前面的一个音信名词 profit maximierung 而同时呢 它在关系定义重句当中 是做verbinden的第四个宾语 那跟上面是一样的 也是指代音信名词 因此呢 它的关系代词 是由de引导的关系定义重句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 请大家一起看到四十九页 四十九页的话呢 我们看到第二行的最末尾 我们会看到 有一句话 叫vorfor man vielleicht mehr gehabt hätte 那么vorfor呢 就是跟我们前面刚才讲到的例句 vorof 类似一样 它是由关系副词 引出来的关系定义重句 下一句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句话 叫做 man wird teilnehmer an einer höheren ethischen Projekt dass man als die Ordnung der Dinge bezeichnen könnte 这句话 由das引导的关系定义重句 das呢 指代的是前面的projekt 项目 中性名词 而同时呢 它在关系定义重句当中 是做bezeichnen的第四个宾语 中性的第四个宾语的话 那么在关系定义重句当中 就会是由das 关系代词 进行引导的 这句话的最末尾的一句话 大家可以看到 叫做 eine art of geräumtheid der Seele die man anders nur schwer erreichen kann 那这句话当中的 die 是指代前面的 die Seele 灵魂 音信名词 而同时呢 它是做关系定义重句 erreising的第四个宾语 所以呢 整个关系代词 我们会是由die 来进行引导 好 第四段的话 第二行 我们会看到 有这样一句话 叫做 die per ebay eine biografien aufarbeiten und feile in der Ordnung der eigene Dinge korrigieren 这句话的die呢 它指代的是 前面出现的 mensch 是一个 附数的名词 而同时呢 它在 关系定义重句当中 是做 aufarbeiten korrigieren 两个动词的 主语 失动者 所以是做第一格 那么我们说 附数第一格 就是由die 引导的 关系代词的 关系定义重句 好 接下来 我们再往下面看 你会看到 有一句话 叫做 Diese 那这里的话呢 你看到 有一个 Nach Dere 首先 它是一个 由借词 引导的 关系定义重句 Nach 是怎么来的呢 是因为 在关系定义重句当中的 动词 sehen 要求支配的 我们说 Vis sehen Nach 这是一个词组 就是我们说的 反声动词的一个固定搭配 叫做渴望 Nach 的后面第三格 那所以呢 因为它指代的是前面的 这样的一个 Lokomotive 阴性名词 所以说 Nach 的第三格 就变成了 Nach Dere 好 接下来 那同样的 这也是一个定义重句 只不过是由关系代词引导的 D呢 也是指在前面的 Lokomotive 阴性名词 而同时 它在整个关系定义重句当中 是做第一格 阴性名词 第一格的主语 它引导的关系代词 就是D了 后面的这句话 跟它类似 Deman Averwegen Hertz Lohse Ertan Oderwegen Nichter Fohandernen Taschen Gerdes Nee In Dee Arm Schlissen Dorften 那在这句话当中 这个D 同样指在前面的 Lokomotive 可是呢 它却是做 In the Armour Schlissen 动词 Schlissen 的第四格兵语 格不一样了 虽然说 指带的物体是一样的 但是 它的格 是不一样的 好 那么下句的话呢 请大家跟我看一下 我们来数一下 应该是在 95行 大家看到了吗 右边标好了数字的 大家对照数字 就很容易找到了 有一句话 叫做 Eine Plastik Speerzeug Aus Japan Desson Eigenartige Namen 那这里呢 我们出现了另外一种 关系定语充具 我们前面讲了 一格也好 四格也好 还有呢 是借词引导的 比如说要第三格也好 对吧 那现在呢 我们出现了这个 Desson Eigenartige Namen 它是由Desson引导的 那么Desson呢 是第二格 因为前面是个阳性名词 阳性名词第二个呢 就是由Desson进行引导的关系定语充具 所以说 一格二格三格四格 我们应该是完全都接触了 好 那么同学们 刚才呢 就是我们一起 我们来找到了 就是这篇文章当中 一共出现了 多少句关系定语充具 那么我们根据这些关系定语充具来看的话呢 我们了解了 关系定语充具 一共有几种形式 我们呢 一共有 比如说 由关系代词引导的情况 那么我们同样的要分 第一格 第二格 第三格 第四格 然后呢 我们也有第二种情况呢 是由借词引导这些关系代词 进行的一个关系定语充具的引导 然后我们还学了有什么 有via引导的关系定语充具 那接下来的话呢 还有vas引导的关系定语充具 那第五种情况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关系副词引导的关系定语充具 就像叔叔呢 给我们举的例子 比如说 WOF啊 WOF啊 等等等等 那这些呢 都是我们最常见的 有关于关系定语充具的几种格式 好的 各位同学 这个就是呢 我们其实完成了 我们第四十九页第四题 我们的A部分 也就是说呢 我们找到了文章当中 eBay这篇文章当中 关于定语充具的一些句型 这部分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 常见的关于定语充具的一些规则 请大家跟我一起看书 也就是这个蓝色框框 蓝色框框里头的规则是什么呢 它的第一点是 relativ sez mit der das die 等等 bezien sich auf ein norm 也就是说 我们说关系定语充具的话呢 它通常会以这样的一些关系代词 比如说 der呀 das呀 de呀等等 对吧 这些来指代一个名词 那大家可以看看右上方 右上方的话呢 其实是它给出我们的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呢 就是关于我们说关系代词引导的这样的一个规则 比如说大家看一下 左边的话呢 告诉我们分为的几个格 nominative acquisitive dative genitive 它分别是143 2格 是根据我们最常用的一些格式写的 旁边的话呢 就是一些名词性的缩写 分别依次是阳性 中性 阴性 和负数 那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说它给我们标记了规则 在第一格当中 阳性名词呢 是由der代词 关系代词进行引导的 而中性名词呢 是由das进行引导的 阴性名词是由d进行引导的 负数呢 也是由d进行引导的 那像这些规则的话呢 其实我们在书中呢 那些例句当中都能够得到验证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分别的用这些规则 我们来试着遭去 看看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关系规则 到底能够记忆多少 掌握多少 比如老师给大家这样一句中文 你认识那个帮你搬家的男人吗 好 那么呢 我们前面的主句 我相信大家都没有问题 那就是canst du dem man 都好 那么后面的话呢 就是我们要关系定语重拒进行引导的 什么样的男人呢 帮你搬家的男人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说成 der der beinunzug hoffenheit 我们是由der进行引导的 因为在我们整个关系定语重拒当中 首先der是怎么确立的呢 因为它指的是前面的男人 阳性名词 而同时呢 它在关系定语重拒当中制作第一格 那么很显然根据规则来说 只能由der进行确认 那以词类推啊 如果我现在说 你认识那个帮你搬家的孩子吗 那么前面的我就要编称 canst du das kind 都好 在关系定语重拒当中 做第一格 你对照下来的规则 就会是确立的 d 那最后我们再来一个复述 canst du die studenten d ihr beim unzug 那么这个d是怎么确立的呢 指在前面的附属名词 学生们 而同时在整句话当中 它是做第一格 根据规则以来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 应该是选择d 所以呢 我刚才举的句子 分别就是阳性的d 中性的d 阴性和负数的d 这是我们举的一个例句 好 大家接着看表格 表格呢 它告诉我们 那如果是第四格的话 会是什么情况呀 一四格的差别 就指在于阳性名词上面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其实跟我们的定贯词的变位 是非常像的 同样的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也给大家举个例句 我的中文是这样子的 刚才你见到的那个男人 其实是非常友好的 那么我的主句是 the man is the mate comma 都号 den do gzain hast 那么为什么会是选择den呢 因为首先 它指的是前面的男人 阳性名词 而同时 它在整个关系定义重句当中 是做zain的第四格宾语 所以说 对照下来的话 我们就能够得出 是选择den了 那么一词类推呀 我变成 你刚才见到的那个小孩 非常的友好 das kind is de net das du gzain hast 同样都是做第四格 中性名词 das 那如果变成 音信名词的话呢 die frau is de net die du gzain hast 那最后 如果是变成 复数的话 那就是 die studenten se de net die du gzain hast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根据表格的规则来看的话 那在第四格当中 阳性 名词 它的引导词 关系代词 就变成了den 而它的中性 音性 和复数 分别是 das d d 这个和第一个 是一样的 好 这是一四格 比较常用的变化 那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看看 第三格 同样的 我给这样的一句中文 我说 我要帮助的 这个男人 很友好 那么我的 德语呢 就要变成 den man is de net den ich heifer 首先 den是怎么确立的呢 它指代前面的 man 阳性名词 而同时 它在关系定义重句当中 它是做heaven的 第三格兵语 那所以 那么根据表格规则 确定下来 选择den 那大家可以看到表格呀 我们的阳性和中性的变化 是一致的 那所以如果变成 说我要帮助的 这个小孩 非常友善呢 就变成了 the skin is the net den ich heifer 因为它的变化 和阳性词 是一样的 那如果变成中性 变成阴性名词的话呢 比如说 the frau is the net 那后面的话 我要帮助的这位女性 就应该怎么变呢 根据表格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应该是 their is heifer 因为一性名词 他的关系代词 是由their进行引导的 那如果是一群人 是附属概念的话呢 我们就会变成 their呢 进行引导 同学们尤其要注意这里 这里是非常常 容易犯错的一个地方 呀 比如说 我们前面刚才讲了 Magic老师说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关系引导词 关系代词 它其实跟我们的定管词 非常的相似 对吧 一四三格都很相似 可是我们的三格的附属 却不是den 而是den 那这个地方 就是非常要注意的地方了 所以呢 我们下面的这句话 变成我要帮助的学生们 很友好 就要说成 Die Studenten sind net Dennen Ich have 所以这点 请大家尤为的注意 也是比较容易出错的地方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格 第二格的话呢 书上的规则教我们了 阳性中性名词第二格 我们都使用 Dessen 而它的 音信和复数的引导词呢 都是Deren 比较简单 就分为两派 那具体的话 我们看例句 看看例句怎么说 比如我说 Der Mann Dessen Vater Reich ist Fährt mit dem Auto zur Arbeit 也就是说 这个男的 他每天是开车去上班 他的父亲很有钱 那他的父亲 对吧 父亲是一个 我们说 在这个地方 Der Mann 他是一个阳性名词 那变成他的父亲 是就是阳性名词的 那我们的规则 教我们用什么呢 Dessen 那以此类推呀 Der Mann 怎么样呢 Dessen Mutter Reich ist Wert mit dem Auto zur Arbeit 所以说 我们在第二格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要点 非常要注意 这也是我在今天的课堂上 要尤为重点的讲的 我们在讲第二格的时候 他其实不需要你去看 这个Dessen 或者是Deren后面的名词 跟后面的名词的信没有关系 一定要去看前面 主句当中 只带的那个名词 这才是大家要关注的 所以我在接触很多学生的时候呢 比如说 像我刚才举的一个例句 我们说 Der Mann Dessen Vater Reich ist 然后呢 Der Mann Dessen Mutter Reich ist 那有的同学 他在做这个关系 定乎重句的时候 他就把那个 Dessen Mutter 换成了 Der Mutter 为什么 因为他说Mutter是阴性 所以这就是一个容易犯错的地方 所以在这里 王老师再次强调 Magic的老师再次强调 我们说 Ach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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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一定要竖起耳朵听 我们在做第二个关系 代词处理的时候 选择的时候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你参照的是前面主句的名词 是根据前面主句名词的信 从而决定是用Dessen 还是用Derm 而不是定义重句当中 Dessen或Derm后面的名词 所以刚才呢 我举了一个例句 我说Der Mann Dessen Vater 或者是Der Mann Dessen Mutter Dessen的确立 是源于前面主句名词 Mann而确定的 他与后面的Fater 或者是Mutter的信 都没有关系 所以在这一点呢 我反复的强调 希望大家能够记牢 好 那么以此类推啊 如果我变成 Das Kind 那么同样的 后面也是Dessen Vater Dessen Mutter 还是 Ist 呀 那如果变成 Die Frau 那后面就应该要变成 Derm Vater Derm Mutter 最后一个 如果是一个附属概念的话呢 Die Studenten 那么也是 Derm Vater 或者是Derm Mutter 然后面也是要用一个附属概念了 所以呢 我们总结了一下 这个关于简单的关系代词 一四格的一个表格 那大家尤其要注意的呢 Market的老师指出来 第一点 就是我们第三格的附属的引导词 一定是Dennen 这点一定要与我们的定冠词进行区分 然后呢 是我们的第二格 第二格的话 一定要记住 是参照前面的一个主句出现的名词的信 从而决定到底是Dessen 还是Deren 好 花了这么多精力 把我们这个表格 梳理清楚 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的第二种情况 就是说 借词跟它支配的情况 那么你只要是根据在你的关系定义重具当中 看一看是不是有什么固定的接词搭配 从而进行引导 那在我们的这个关于Ebay的这篇文章当中呢 我们刚才其实也出现了好几句 比如说 我记得刚才我们讲了一个词 叫做渴望 Zich Sehnen Nach 那么为什么关系定义重具当中会出现Nach Deer呢 首先Nach是Zich Sehnen的一个固定的接词搭配 而它后面的名词要求的是第三格 刚好它指代的前面的关系在此是阴性 那么就变成Deer Nach Deer 就是这样来的 好 那么为了熟练一下第二种情况的话呢 Market的老师给大家一个例句 大家先想一想我们怎么造句 句子比较简单 但我们的重点是 希望大家能够梳理好我们定义重具的结构 比如说 我等的那辆车又来晚了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说呢 大家先想一想 没错 那么用定义重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说 Deer Bus kommt wieder spät Auf den ich warte 因为我们说等车是Warten auf 这是一个固定的动词搭配 Auf的后面呢 支配的是第四格 因为Bus是阳性名词 那么所以它的第四格呢 就变成了Den 就是我们刚才的那个基本的图表规则 告诉我们的 因此呢 我们这个借次引导的关系定义重具 就变成了Auf den ich warte Auf den是这样来的 我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例句 就告诉大家 这个借次搭配的关系定义重具的结构是什么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好的 那么这是刚才第一点规则 我们引申开来的 举了一些例句 告诉大家到底怎么样去理解 让大家重新的去回忆了一下 我们学过的规则 那么第二点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 relative sätze mit was oder wo plus preposition beziehen sich auf eine ganzen sats auf das demonstrative pronomen das oder ein indefinite pronomen zum Beispiel alles nichts 那么第二个规则是什么呢 我们是由was引导的关系定义重具 那我已经在刚才进行了讲解 已经给大家分类 然后呢 我们在第二课的时候 我也是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讲解 在这里呢 我就不重复了 所以呢 我们今天的关于定义重具的另外一个重点呢 我们是回到wo加借次 进行的一个关系副词 引导的关系定义重具 这个是我们今天下半场的一个重点 也就是说 我们第一个重点呢 讲的是最基本的 1234格的关系代词的一个关系定义重具规则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由wo加借次构成的关系副词 引导的关系定义重具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书上教我们呢 一般来说的话呢 我们说wo加借次构成的关系副词 它都会是指在前面的一些 比如说不定代词啊 aless anis 诸如此类的词 那么在这一个语法点上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C部分练习 C部分的练习 都是围绕我们的关系副词 展开的一个关系定义重具的讲解 那么首先 请大家跟我一起看一下 第一点 第一点是什么 在这句话当中呢 首先我们确认wo nach是怎么样来的 开始第一点 你要看到它指代的是前面的一个不定代词 aless 这是它满足的第一个条件 那么第二个条件呢 是什么呢 是因为zochen是需要那和来进行支配的 zochen nach寻找 它们是一个动词 借词的一个搭配 那所以满足了做两点 一个你是需要指代前面的 主句当中的不定代词 第二个 在你的关系定义重具当中 你的动词是需要借词支配的 两个条件同时满足 那么你就必须要选择关系副词引导的关系定义重具 vo nach就是这样来的 如果说你的这个借词 它是由原音打头的话呢 那么当然你的这个vo的话 后面还要加一个小弹音 好 那下面的话出现了这么多形式 对吧 大家看到有vo phone啊 有vo mit啊 还有vas 还有vo han 看到了吗 vo han的话就是有弹音了 因为它是按借词原音打头 还有vo nach 那下面的句子 下面是句式 那么现在呢 就请大家根据我们上面的vo nach的句型 请大家把下面这个框框 也排一个定义重具 做一个像vo nach sie schon lange suchen这样的句型 在eBay上呢 你可以买到买到所有的东西 什么东西呢 就是你寻找了很久的东西 你能够买到一切 你寻找了很久的东西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句型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一点时间 请大家把下面的vo for what meet等等 把它引导一下 做一下 好 大家做好了吗 左边的我们是关于买的 关于eBay 你可以买到一些什么东西啊 你可以买到你寻找了很久的东西 呀 这是vo nach引导的 那么呢 我们还可以比如说vo for me 怎么样带出来呢 zum Beispiel Market老师给大家一个范例 比如说 在eBay kaufen sie alles vo for sie schon immer gettoeum te haben 那在这里的话呢 大家注意 vo for是怎么来的 首先 我们只带前面的allers 不定带词 另外的话呢 在我们的关系定义重具当中 动词toeum 它是需要支配借词fung的 所以说满足这两个条件 就变成了 莫凤 关系辅词 好 第二个 bei eBay kaufen sie alles was sie brauchen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因为 它只是指带 前面的不定带词 后面的brauchen呢 是一个直接支配 这第四格的动词 它不需要借词的支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只需要用vass了 好 下一个 在eBay kaufen sie alles wo han es ihnen mangert wo han是怎么来的呢 首先 只带前面的不定带词 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的话呢 是 es mangere an 缺乏什么东西 那所以说 mangere 要求支配借词 an 就变成了wo han了 好 最后一个 还有一个wo han 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在eBay kaufen sie alles wo han sie sich s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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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各位同学大家做好了吗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递下答案 那在这里呢 马金老师给大家一个范例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比如说 在这里vomit是怎么来的呢 首先指代前面的不定代词alice 那另外的话在关系定义成句当中 动词unfangen要求支配借词meet 所以满足两个条件 我们选择vomit 第二个 在这句话当中 我们同样的指代alice不定代词 而在关系定义成句当中 vacist und auf 只是一个固定搭配 大家还记得 vacist und auf是什么意思吗 没错 是放弃的意思 所以你在eBay上呢 可以卖掉你能够放弃的东西 一切东西 vorauf 那么因为auf呢 是由原因a打头 因此我们在word后面 会加一个小单音 接下来第三句 我们可以说 vorüber这个词怎么确立的呢 因为指代前面的 alice不定代词 而在关系定义成句当中 sich ärger 我们是要求支配借词uber的 sich ärger über的意思是 对什么感到生气 所以呢 在eBay上 你可以卖掉 所有你对此感到生气的东西 下一句 voran是怎么确立的呢 首先指代前面的alice不定代词 而在关系定义成句当中的话 我们选择的是interciate 行动词 我们知道对什么感兴趣 你可以说成 sich and interciate fure sich反生代词第四个 fure后面是支配第四个 或者你可以说成 interciate sein an an的后面支配第三个 对什么感兴趣 也就是说 你可以选择interciate动词 或者是interciate 行动词 他们各自的词性不一样 他们的介绍搭配也不一样 在这里呢 因为我们选择的是interciate 我们是形容词 所以它搭配的介词是an an的后面第三个 那么我们就变成了 由vor加介词 构成了关系副词 引导的关系重句 变成了voran 就是这么来的 下面的话句词是 yeah by iber ver cofensi alles ofure this is shaman yeah 好 这句话 我们可以确立 this is shaman fure 这是一个固定的介词 搭配 往下面走 我们说 by iber ver cofensi alles vor gegen sie allergisch sind allergisch 对什么过敏 那么对什么过敏的话呢 要求固定的介词搭配 gegen 进行引导 vor gegen 我们看看 还剩下两个是什么呀 vor mit 怎么造句呢 by iber ver cofensi alles vor mit vor unter sie unzufrieden sind 因为我们知道 zufrieden 搭配的固定介词 是meet 你可以卖掉 你所有不满意的东西 最后一句 by iber ver cofensi alles vor unter sie schon opter gelitten haben gelitten这个动词的原型 是leiden leiden的话呢 我们说 unter 是它的固定搭配 受什么的痛苦 所以 我们就变成了 vor unter 因此呢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关于这一部分的 关系 副词引导的关系 定义重句的话 无非就是确认两个条件 一个是指代前面的不定代词 不定代词 我们会有一些 比如说 das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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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啊 诸如此类的 这样的词 然后呢 还有第二个条件呢 必须是 在关系定义重句当中 动词是要有 借词支配的 两个条件 同时满足 我们才能够选择 我加借词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 副词引导的关系 重句 好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 讲的有关于 关系定义重句的内容了 讲了这么多 希望大家能够 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同时也能够真正的 掌握 关系定义重句 那么接下来 Marky的老师 还给大家准备了 一点小小的 有关于定义重句的练习 那大家可以在课后呢 自己做一做 拿来做一个小的测试 看看自己到底 有没有真正的掌握 我们今天的规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了 那同学们 别忘记我们的有关于定义重句的小小测试哦 在最后我们结束之前 让Marky的老师带着大家再梳理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 今天的内容呢 就是关系定义重句 关系定义重句当中呢 我们见识了几种类型 第一种最基本的一到四个的关系代词引导的关系重句 第二个在它的基础上延伸开来 关系代词前面 我们有借词的支配 第三种呢 我们是由Wear引导的关系重句 第四种呢 是由Vas引导的关系重句 第五种呢 就是我们说的关系副词引导的关系重句 那么今天我们重点讲的是第一种情况 以及第五种情况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了 Lieber Allah Den Bisunisma Tschüss Den Bisunisma